綜合華盛頓郵報ABC是美國港報公司 最新的民調顯示 美國總統拜登即將迎來執政的100天 但他的民調只有一個半個美國人 對他的整體表現表示讚許 他的支持率是自從前總統杜魯門 很久之前 以來的第三低 不過他的處理新冠疫情的行動 仍然獲得大多數民眾認可 華盛頓郵報和ABC 25日發佈的民調結果顯示 52%的美國成年人對拜登的評價良好 42%認為不認同他的表現 這個總體的評級數是歷史上並不出色 是自杜魯門以來第一個100天支持率第三低 僅僅是高於特朗普的42 以及福特的48 此外民調還顯示拜登當初 並未改變了美國政治分裂的狀態 雖然有90%的民主黨人認可 當然民主黨 共和黨也有13% 由之可見 這個完全是跟黨派決定的 而不是真的評價這個人做得好不好 不過在應對疫情方面 民調有64個成年人認可 就說他還處得好 甚至包括有33%的共和黨人 這方面輪到他共和黨 這個真的做得好一點比較 他上任初期的誓言 100天之內接種1億劑 這個在3月19日提前達成 最新調度是100天之內佔了2億劑 亦都在4月21日提前達成 在其他方面表現比較弱 處理經濟問題方面 只有8支52的支持 近有53人不認同他處理 美國和墨西哥邊界的非法移民問題 大家可以想像 一個國家的政治 花了不少錢 幾十億美元 選了一個新總統出來 上任不夠100天 民調又跌至一半人支持 這樣的政治體系 怎可以將人民團結在一起 一起向前 這只是一些做show 給人看看我們有民主 大家記住 民主不等於選舉 選舉只是產生政府的方法之一 而這個方法產生來的政府 亦都好壞參半 在今次的新冠疫情中見到 其實不是好壞參半 是好的少 壞的多 大部分的所謂民主國家 疫情控制非常之惡劣 而反而社會主義的國家 是做得比較好的 我稍後有時間我會和大家比較一下 在南美洲兩個小國 波利尼亞和古巴 對付疫情的表現 稍後和大家再見